如果說獻出硬幣就可以獲得面包 獻出稅金就可以獲得權力 獻出勞動就可以獲得報酬 那到底要獻出什麼才可以知道這個世界的全部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Grey 今天我就想來講講一套我最近看完 深深觸動我內心的漫畫 Cheat 關於地球的運動 一手將人類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傳承的力量 描繫得淋漓盡的人類讚歌 今次影片就會講講我在這套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種感動 以下內容可能會涉及輕微劇頭 不過我認為影響不大 當然看完再來看就更加好 我相信如果有留意漫畫圈子的 對於這套作品的名字應該不會感到太陌生 因為歌作基本上是拿了大部分今年大大小小的漫畫獎 包括漫畫大獎2021第二位 下一部漫畫大獎2021第三名 這本漫畫真理學2022男性部門第二名 以及在漫畫圈都頗有份量的 第26屆首中自從文化獎大獎 而畫出這套獲獎無數作品的作者 就是今年才24歲的余峰 老實說當我知道作者只有24歲的時候 都真是挺震驚 認為作品中台詞的那種成熟程度 以及部分角色黑畫 真是很難想像是出自一位24歲的創作者 如果要說該作有什麼缺點 我認為就是畫功和分鏡 明顯感受到這部分依然是比較不成熟 提的時候相比漫畫更像是在看小說 或是一份份的辯論稿 不過余峰老師年僅24歲 而且該作也是他的第一套作品 所以這部分的生疏都可以理解 不過該作的跨額都獲得非常出色 有好幾幕都令人印象深刻 就像自己都自信其中 體會當中角色所感受到的感動一樣 而這套漫畫主要就是講述 在15世紀時候的歐洲 當時教會的權力巨大 在社會中有相當的劃使權 也因此當時神學是非常生涵 更提倡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地球運動中 也就是他們當時所謂的天洞說 但凡有人企圖推翻這套理論 就會被視為異端 一旦發現就會受到審問甚至處刑 由我們現在社會的學識來看 誰人都知道這套漫畫就是錯的 地洞說才是我們所熟知的常識 但要知道將這個真理轉變成常識的這條道路上 是有無數的犧牲和希望對替異性 而這套作品所描寫的就是這一班 當時教會當道的環境中 依然堅持信念去尋找去證實自己心中的真理 並將屬於他們的信念、希望和感動一次又一次傳承下去的故事 講到這裏就必須要講一下外作的名字了 其實作品名字裡面的關於地球的運動 這部分只不過是該作的副標題 作品真正的名字其實就只是單單的一個片甲名 而我不得不說這個名字真的起得非常精髓 知性的知、血液的血、大地的地 在日文中的發音都是知 是一個一與三關 而這三個字或是貫穿該作的三個字都不過分 作品中有兩句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說話 改變世界需要的是知 而保持世界需要的是血 站在他們之間就是推動天洞雪的地洞雪 整套作品貫切這三個字 編織出一個合掘冥心的偉大故事 提出自己的看法需要的是勇氣 更何況提出後分分鐘會引來殺神之王 其實無論是甚麼時代 人類永遠都活在常識之中 而在15世紀的時候 天洞雪就是他們的常識 所以即使地洞雪的理論是正確 世間上的人都會拿它來與常識比較 比較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地洞雪是無可能的 但世界上沒有東西是無可能 沒有東西是0% 只不過大家都覺得提出這些紀律很低的說話 很麻煩很無謂 所以先當是0%直接判下死刑 但在作品中我們的主角 他們就是黏迷於這些絕無僅有的紀律 並為之賭上自己的一切 而余豐老師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所設計的角色 亦非常巧妙和合理 他並沒有因為主角他們相信地洞雪 就將他們設計為無神論者 因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無神論者的出現 反而才是不合理的設定 畢竟聖經的內容對於當代人可以說是根深蒂固 但故事亦因此變得深刻 接觸地洞雪後 這份真理與他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教義相衝 與他們的常識不同 知性與常識的衝突 產生了不同的掙扎和思考 作品中的主角他們之所以是主角 並不是因為他們是那個時代下跳脫出宗教影響的異端 而是因為他們是那個絕無僅忧肯去質疑常識 去相信那零點幾%的人 可能在其他人眼中 他們的所作所為既不合理又不聰明 為些虛無飄渺的事物賭上人生 放棄前去天堂的機會 最後都只是失敗收場 但失敗並不代表沒有意義 即使他們在這裡喪命 他們都不會為此感到口闊 因為這條道路並不是神明幫他們選擇的道路 而是他們自己經過思考和掙扎後所選擇的道路 而他們都知道世界上一定不缺乏像他們那樣的人 因為追求真理是埋藏在所有人心中的本性 這種渴望和衝動 絕非區區教義可以磨滅的事物 未來一定會有人透過他們所留下的物資 感受到當中的感動 並再次背負著這份感動走下去 那零點幾%的可能性 就在這種傳承之中慢慢上升上去 作品中的三批主角形形色色 有年幼的少年 有地下階層的貧民 有教會相關的人士 有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女性 有以利益優先的商人 他們之間每個人的信念都不同 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感受到前人所留下的那份感動 我想作者沒有將所有主角設計為一些學識 軟薄的學者 而是由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所組成 同時都帶出過作的另一個核心思想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時代的主角 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英豪 只有挺身而出的反應 而現在的我們都將成為未來的一部分 成為當中眾多海後的其中一個被記載在裡面 成為這個時代的一部分 一點一滴刀漿慢慢累積 歷史的累積 文化的累積 人的累積 以後再由未來的人 背負著我們所累積下來的歷史和感動 繼續傳承下去 人類就是在這樣的不斷循環中 突然進步 其實我們身邊的一切 可能只是一支筆 可能只是一張紙 他們都是由眾多的犧牲和希望累積 才存在至今 這樣想的話身邊每一樣東西 又額外多了一份歷史的沉重 但它似乎同時又變得更加浪漫 因為當中背後又背負著 多少血同類 多少海後和離別 正與哪個時代 我們就是那個時代中齒輪的一部分 我們所做的選擇看似對這個世界並沒有影響 但其實事實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蝴蝶效應正正就是如此浪漫的事情 我們現在所做的選擇 將來必定在某個時刻 某個地點發揮出它的作用 沒有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不要讓自己的理性 自己的信念 局限了自己 有時相比理性思考 可能更應過去相信心中的那一份感動 我認為信念確實是非常重要 但倘若某日遇到足以令你忘記信仰的事物 請珍惜這份感情 因為說不定那個 將會是可以改變你一生的決定 總結言與其聽我說這麼多 不如自己去親身體驗一下該作的偉大 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在該作中找到自己的感動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按下告訴我 對於關於地球的運動 這套作品你又有什麼看法 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討論 接下來我都會製作更多ACG相關的影片 有興趣就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我會在上面發放信仿資訊 以及部分沒有機會造成影片的動漫評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